你相信鬼门关真的存在吗? 在我高中的那个冬天, 六点十分就要起床去上早读, 北方的冬天六点多还是一片漆黑, 那天我被闹钟叫醒, 然后正常的起床洗漱, 出门上学, 当我打开家门往外走的时候, 回头看了一眼, 突然发现我房间的门是开着的, 里面还亮着灯, 正好可以看到我依然睡在床上, 我愣了一下, 不明白怎么回事, 但是依然关好门上学去了, 走到小区门口, 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向学校走去, 走着走着, 渐渐的起了雾, 看不到前面太远的地方, 然后我走的路也和平时不一样, 是一条土路, 看不到通向何方, 我就这样一直往前走, 不知道走了多久, 感觉雾气慢慢的消散了, 前方露出一个很大的城池, 随着我慢慢走近, 我看到城门上有一个很大的牌匾, 牌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鬼门关, 城门两边有一幅很大的对联, 上帘是向前走, 下帘是莫回头, 我走到门洞口, 往里看看, 感觉里面像是一个大殿, 大殿上遍地血污, 都是尸骸, 而且都不是完整的尸骸, 正当我在城门口左顾右盼的时候,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, 我回头一看, 叫我的是已经去世好几年的爷爷, 他正在一脸惊异地看着我, 说, 你怎么会来这里, 赶紧跟我走, 一边说, 一边拉着我顺着城墙, 从远离城门的方向走, 一边走, 一边跟我说, 我奶奶也在家, 让我跟他回去, 我一想, 奶奶在我十岁时就去世了, 难不成我真的来到了鬼门关, 就这样, 爷爷带着我往前走, 不知道走了多久, 感觉是走到了城墙的某个脚上, 一大片像个集市一样的地方, 人来人往的, 很是热闹, 爷爷跟我说, 他和我奶奶在这里开饭馆, 然后带着我走到集市里面, 到了一个房子前, 正好就看到我奶奶从里面出来, 他看到我也是一脸的惊异, 说, 我去买东西, 路上看到了他, 就叫他过来了, 然后我奶奶问我饿不饿, 还煮了当年我最爱吃的米线给我吃, 一边吃, 两老一边跟我讲话, 总体意思就是说, 他们都挺好的, 我吃完米线, 又陪二老聊了一会, 整个过程, 我似乎不记得他们已经去世了, 就跟他们生前一样的聊天, 不知道是多久, 奶奶说, 种了种了, 你赞尽回去吧, 别让那爸妈担心, 然后我爷爷就带我, 顺着我来时的路往回走, 走了好长一段, 爷爷说, 我就送你到这里, 你就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, 于是我跟爷爷说了再见, 就自己往前走了, 回头看了下, 爷爷一直站在路边看着我, 我自己一人往回走, 不知道走了多久, 发现到了我家门口, 我一推, 门就开了, 然后正想看看我自己房间, 突然就醒来了, 原来我一直睡在床上, 看了闹钟, 还不到六点十分, 闹钟并没有响过,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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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